第571集 你是我的箭 海量的数据继续从宇宙各处而来 像潮水般涌入他的大脑 进入他的精神世界 绝大多数与他的意识探索没有任何关联 是没有意义的信息碎片 各种各样的画面 各种各样的字符 不停地在他的意识里闪现 然后沉入海中 平静的精神世界海洋升起波澜 然后越来越大 以至于他的太阳穴 竟像普通人类一样 微微发胀起来 感受着那些信息洪流 景久明白了些什么 当初星门女祭祀征选的时候 列阳号战舰曾经向地面发起了一次激光主炮集射 景久避过那些激光 飞到太空打开列阳号的箭身 准备通过网络控制这艘战舰 就在那个时候 在那条仿佛真实存在的黑暗的数据通道深处 隐隐传来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 那声叹息就像来自井底深处 带着极深的寒意 有一种极为幽冷的感觉 他直接转身离开 因为感觉到那人是能够威胁到他的存在 在温泉边看到那位御仪少女后 他便知道了他就是那位存在 他信任他 因为祭祀一脉与飞升者之间确实处于敌对关系 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觉得他们是同一类人 当初在朝天大陆 清儿与平勇家都是他最坚定的盟友 为什么他会例外 当然这个选择依然有风险 为了尽可能地降低风险 他带着他离开了主星 开始四处游历 想要说服他以及自己 直到前些天 他看到了阳光开朗的西来 收到了他留给沈云霾的法贺 来自那边的压力终于让他下定了决心 给他亲手倒了杯茶 这时候戴上了那枚戒指 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可惜的是事情又进入了那种乏味的重复 他妄想花息 重复了 不符合你的层次 这里说的重复指的是手段 他进入西来的精神世界却被偷袭 留下了一道神石在里面 现在他放开道心 与星欲网没有障碍的连接 便等于是进入了他的精神世界 然后再次被偷袭 而这一次被攻击的目标 则是神魂本身 我很了解人类 你们的本质就是重复 我以为你会觉得我们才是同类 现在还不是 简单的几句对话的时间里 来自宇宙各处的信息 还在不停地涌入 就像是一道狂暴的洪流 很难用具体的数字 来形容这些信息流的数量 就算是联盟科学院 最高级的存储设备 都会在微秒时间里被填满 那些数据流没有经过任何挑选 有的是文字 有的是图片 有的是视频 绝大多数都是无序的碎片 无法排列起来 占据了更多的空间 就像是碎石 就像是乱流 就像是被崩飞的悬空山 就像残缺的行星 就像红巨星 不停涌至 可以理解为整个人类文明的数据 正在轰击他的道心 试图冲击他的意识 经久的意识有些昏沉 像沈云霾喝了药后的感觉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没有注意到这些看似杂乱的信息洪流里 隐藏着一些很关键的数据 花膝隔着薄薄的冰面静静看着他 眼里没有任何情绪 西来看着这幕画面沉默不语 大河滔滔 十二重楼见缓慢地向外抽动 那名年轻道士的道仪 还是那样的烟红 红色的大厂在黑暗的宇宙里 是那样的醒目 他飞回了李将军的身边 李将军看着警久 你确实是朝天大陆 有史以来最强的修道者 但你不是人 只是一件武器 警久听说过这句话 或者说类似的表达 那还是很多年前 天光风尚开大会 他的师兄太平通过阿飘说的 说给天下人听的 很多人说他是剑妖 说他没有资格做青山掌门 那就走好了 但现在很明显 不管是李将军还是花锡 都不会让他离开 我不是谁的武器 我就是我自己 你以为靠这些数据 就能冲散我的意识 这些数据是用来 对你的大脑进行格式化 与数据覆盖 之后还要写入新的程序 才能控制住你 没有什么能控制我 说完这句话 他的视线落在那枚戒指上 眼底深处出现 无数道明亮的见光 紧接着 他用力握紧了手 套在手指上的戒指受力 开始微微扭曲变形 现在他无法阻止 整个人类文明的数据 向自己的意识海洋冲去 因为信息狂流的速度太快 那道门无法关注 那么作为数据通道的 戒指毁掉 应该能解决掉一部分 更关键的是 他隐隐感觉到 这枚戒指 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意味 对自己形成了某种威胁 既然对方想用这种方式困住他 那这枚戒指必然不是凡物 啪啪声响里 戒指表面的宝石依次裂碎 射出了如鲸鱼般的粉末 同时出现的还有无数道强大的气息 破碎的宝石里竟然是极高妙的盗门阵法 更厉害的是阵法之下 竟然是类似于引力场发生装置的事物 那些道门阵法极其厉害 每个都不在云梦山的大阵之下 可以说是朝天大陆修行界的巅峰水准 那些微型引力装置更是匪夷所思 远远超过了星河联盟展现出来的科技水平 一道极薄的空间 隔绝了景久的手指与戒指的本体 让他的剑意与力量无法真正地落到戒指上 不愧是两个文明的结晶 竟然能挡住万物一剑的锋芒 这个世界里有过类似的文明结晶 那就是沈云霾 沈云霾最终也不是他的对手 那这枚戒指又能坚持多久 无数道白光刚刚生出 便被他手指间生出的剑意腹主 斩碎成虚无 这是他最巅峰的一剑 森然的剑意向着太空各处散去 小行星带里的无数陨石瞬间碎裂 李将军与熙来化作两道监光 退到了数千公里之外 那枚戒指表面的阵法依次碎裂 空间隔层渐渐变得更薄 花夕看着变成太空里漂浮的宝石碎片 眼里流露出可惜的情绪 在戒指完全崩解的前一刻 忽然有一道极细的青色光线 出现在井九的手腕上自行竖紧 那道青色光线并非真实存在的事物 甚至不是真正的光 而是某种信息波动的投影 或者说是一个程序的外现 整个宇宙里仿佛都响起了一声剑鸣 不是飞剑破空 而是归翘 那枚戒指表面的宝石与阵法重新稳定 来自整个人类文明的信息洪流 变得更加狂暴 那些隐藏在信息洪流里的 关键数据呈现出来 其间自有联系与规律 竟是一个程序 那个程序锁住了它的意识 正在进行编码改写 这就是最干净的重新启动 或者说恢复出场设置 这枚戒指不是成天剑 这个程序才是 一道苍老而幽远的声音 出现在这片宇宙里 落在所有人的心上 满天星辰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 那是一个戴着立帽的矮兽老人 面容在阴影之中无法看清 这不是真人 是神识在真实世界里的嫌疑 就像景久手上的那道青色光线 所有飞升者对着那位老人行礼 无比恭敬 青山祖师 沈青山 景久看着他 没有说话 你在朝天大陆用尽一切手段 毁了成天剑 以为从此便能获得自由 却忘了这件本就是我造的 你毁了一把 我再造一把便是 景久感受着万上那道青色光线里 天地般的重量依然沉默 不要试图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就算你不承认自己是神明留下来的武器 也没有意义 因为万无一 你是我的剑 很多很多年前 朝天大陆的世界还处于蛮荒时代 火山时常爆发 大海时常名笑 河水时常泛滥 灵气散于深渊里 还在缓慢上升的阶段 雾气遮住天空 大地昏暗一片 军裂的大地与某个神兽的后背 完全一样 忽然一颗流星掠过夜空 落在南方大陆某处 其后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那颗流星入地处 渐渐隆起 变成了一座孤峰 风间没有任何生灵 连植物都没有一颗 因为到处充斥着灵力的切割意味 随着岁月流逝 大陆渐渐渐平静 气流稳定 鱼有时节 大地渐润 万物生长 一名沈姓少年侨夫误入深山 拾到了一把妖剑 误得天地之理 一招得道 群山清脆 他若有所感 以此为号 自称 青山真人 其后那把剑 剑生真灵 一遇离开 青山真人 练得一道剑鞘 拘其神魂 令其不得自由 剑鞘 名为成天 剑鞘 万物一 青山真人 首执万物一剑 横扫八荒 威震四海 创建世间 第一剑宗 这便是青山宗的由来 这就是青山祖师 青山祖师是人族历史的第一个飞生者 但不知道为什么 离开朝天大陆的时候他没有带走万物一剑 或者说他没能带走万物一剑 其后的历代青山掌门都会拿着成天剑鞘 控制万物一剑 唯如此才有资格称为掌门 很多年前 随着道元真人与陈州真人先后突然死去 万物一剑忽然消失在了青山群峰里 太平真人带着狮狗暗中找了好些年 都没有找到 谁也不知道 那时候还叫锦阳的少年道士 多了一个玩伴 那个玩伴有时候是蘑菇 有时候是石头 有时候是猴子 有时候 是一把剑 但不管怎么说 青山祖师肯定是那个最有资格说那句话的人 万物一 你是我的剑 青山祖师飞升来到外面的宇宙时 星河联盟还处于初期 人类文明还没有完全复苏 他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就知道了所有的秘密 可能是来到这个世界后才知道了一切的真相 总之他知道了自己的那把剑 是唯一能点燃恒星 消灭暗武之海的武器 他静静守护着人类 等着那把剑的到来 又过了很多很多年 人类文明再次高速发展到了今天 那把剑终于飞升离开了朝天大陆 却已经不再是最开始的那把剑 更重要的是 那把剑还借着青山宗的一次内乱成功地毁掉了承天剑 于是青山祖师重新练了一道承天剑 就是一个程序 不管是沈云霾的离开 还是西来意识里的滔滔大河 一切都是为了给景久压力 把他推向女祭祀那边 当景久想要控制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会反过来控制他 就算他强大到能够抵抗这个世界一段时间 依然无法阻止那道程序 随着难以想象多的信息进入他的意识 开始清除他的自主意识 重新控制他的身体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开始的呢 正六面体冰块折射着远方恒星的光线 宇宙里有更多的星星 青山祖师的神识投影 在其间静静地看着景久 万余艘战舰摆脱了控制 与那些飞升者们移到驶向这边 看着就像是无数道燃烧的飞溅 很多天前 景久杀死了那个最高级的母巢 因为低估了对方的冷酷意志 以及求死的意愿受了很重的伤 以当时他与那颗太阳的距离 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治好伤势 太平真人化作一道青烟 把他推向了那颗太阳 帮他把时间缩短到了数百息 然后自己只剩下了几息时间 在最后时刻 他们看到了数万道燃烧的飞溅 那些燃烧的飞溅静止下来 便变成了战舰 当无所不在的监控网络 发现了这片宇宙空间的能量异动后 新风舰队用最快的速度赶了过来 看到的便是沉睡中的景久 新风舰队里当然有飞升者 而且不止一人 那些普通官兵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又如何不知道 老家来了新人 景久被接进了战舰里 经过初步的检查 超低温冷冻 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了李将军身前 李将军从他指尖残存的建议 很轻易地便分辨出这是青山宗的弟子 换句话说就是他的直系晚辈 就在他准备替景久智商唤醒他的时候 初步检查的报告送到了他的书桌上 检查报告里的所有数据都在说明一个事实 那就是这个好看的不像画的晚辈 似乎并不是普通的修道者 接下来军方实验室对景久进行了一系列更加完备的检查 李将军看着这个结果沉默了很长时间 景久的身体强度太大 远超普通飞升者的先驱 就算是传说中的那些神兽 海上巨人都远不如他 人类文明已经进入星际时代 却找不到任何方法可以破开他的皮肤 这个消息被送到了祖星 进入碧海里的那座小岛 放在了青山祖师的面前 那天夜里 祖师很少见得喝了两杯酒 感慨说道 终于来了 接下来依然是无休止的实验 那个完美的身体依然完美 无法被破坏 当他沉睡的时候 也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进入他的意识 自然更没有办法控制 最后军方把那个完美的身体 交给了联盟科学院 这自然不是指望科学院 能够实验出更多的结果 而是因为青山祖师与李将军 有自己的想法 随后在某个特定时刻 紧就睁开眼睛醒了过来 听到那位金发学者的议论 发出了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声轻嗡 然后走进了我们已知的这个故事里 第572集 丧中 是的 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从他在地心实验室醒来 到今天花夕接受了他的请求 所有都是安排好的 李将军控制着军方 又怎么会不知道 他是来自朝天大陆的飞升者 祖师还活着 又怎么会认不出 他就是那把剑 他们面临着一个问题 人类如果想要继续生存下去 必须消灭掉暗物之海 需要点燃那些恒星 任何拿着万物一剑执行 这个点燃计划的人都会死去 那位神明都无法摆脱这个结局 现在不管是万物一剑 生出灵石 还是被一道神魂占据 他愿意做出这种自我牺牲吗 我们让你离开 是希望你能够自行意识到人类的处境 生出同情 至少是共感 如果能生出责任感 当然更好 事实上 我们给你准备了很多资料信息 但是你并不需要我们 你只用了很短的时间 便了解了一切 学习的速度令人感到吃惊 祖师认为你不会愿意 重新成为别人手中的剑 哪怕是人类的命运之剑 我却怀着一线希望 直到看到你写的那本小说 我们知道了你是谁 大概明白了你的想法 于是开始出题 一面对你进行考察 一面让祭堂方面接触你 等待着你做出最终的选择 这是一场非常漫长的考察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局 也是一道选择题 如果紧急选择成为蝴蝶组织里的一员 会被要求放开精神世界 留下思想烙印 为人类奉献出自己 如果他选择成为新的神明 会被那位要求与整个星空相连 然后像此刻这样被星空冲击 被洗去所有的自主意识 那几场暗杀式的考验 让他不喜欢这个叫做蝴蝶的组织 熙来的遭遇 曹元的选择让他警惕 直到前些天 沈云霾忽然失踪 熙来忽然出现 让他最终决定与女祭子联手 于是给花西道了杯茶 这种选择没有意义 在做出选择的那一刻 他就输了 就落入了窍中 换句话说 这是祖师替他做的选择 更准确地说 祖师只是给这道题目 提供了两个答案 无论景久选择哪个 都是人类想要的 也可以理解为 祖师给景久提供了两条道路 无论他选择走哪条路 都会走到现在这里 大道朝天 各走一边 殊途同归罢了 在熙来的精神世界里看到的那条大河 看到河边的年轻道士时 景久说过一句话 一切都是假的 是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青山祖师安排的 青山祖师藏身星海之后 不着痕迹地 把他推到了花西身边 让他放开了自己的精神世界 那个老者在满天繁星之间若隐若现 显得那般巨大 或者说伟大 但他又像每天在河边钓鱼的退休老头般 寻常无奇 景久看着星空 我看过你的画像 所有青山弟子都看过那幅画像 那幅画像摆在小楼的第一位 画的就是青山祖师 无数道视线落在他的身上 想知道在生命 或者说自由意识消失前的最后一刻 他想要说些什么 我原以为画师水平糟糕 才把你画得那般难看 今日才知道 原来你比画像更丑 如果宇宙里能够传播声音 此刻必定一片哗然 飞生者们很是震惊 青山祖师是人族的第一个飞生者 拥有难以想象的历史地位 此时却被一个青山宗的直属晚辈这般嘲弄 接着他们想到景九的真实身份 又有些理解 毕竟那不是人族的一份子 青山祖师缓缓抬头 露出立貌下的丑陋容颜 神情漠然 没有因为这句话有任何情绪波动 其实灭族 其实算不得青山宗的历史传统 但青山的弟子也没有尊师重道的习惯 至少从太平真人景阳真人这一代开始 便是如此 景九对师父陈舟真人的印象很模糊 对师祖道元真人有几分感情 至于对无数人视若神明的开派祖师 印象一直非常差 那年在朝天大陆他对赵腊月等人说过 开派祖师把万物一剑 视若仆人与工具 甚至是奴隶 但他把万物一视作朋友 玩伴 所以他们通过同一把剑 领悟出了完全不同的剑道 这便是道不同 道不同不相为盟 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他只是不明白那位为何会站在祖师那边 视线穿透冰面 落在花西依然可爱 但绝不天真的脸上 先前他对花西说他们是同一类人 花西说他们现在还不是 这不是充分的理由 花西很平静 没有任何畏惧 只要千里冰封阵散开 这片极度寒冷而严酷的宇宙环境里 他瞬间便会死去 但作为观察者的他 只需要动念便能以光速离开 至于留下的这具身体 不过是他用紧后芯片控制的一个复制人而已 他根本不在乎 那天在587基地的套房里 我问过你几个问题 如果暗雾之海的问题解决不了 你会不会试着离开 当然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要你牺牲自己 换取更多人活着 你会愿意吗 不愿意 为什么 我活着 便是人类活着 警久记得那几个问题 当时他就知道 那是考察的一部分 如果提问的是李将军或者青山祖师 他知道应该怎样回答 才能得到高分甚至满分 但提问的是他 他不确定他想听到怎样的答案 所以他直接说出自己的真心话 他觉得整个人类都不理解自己 但他可以理解自己 花兮看着他 你说你活着就是人类活着 问题在于 人类自己不会这样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就是人类 这句话当然有前提 是某个特定时刻 特定情形的描述 但不管如何 一个人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都是极其难以想象的事情 这已经超出了自信与自恋的范畴 很容易被看作癫狂 要知道不管是花兮身后的那位智慧生命 还是那位逝去的神秘 都不曾如此自况过 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人 都被震撼得无法言语 李将军挑眉 红色大肠无风而飘 只有青山祖师漠然如前 花兮沉默了会儿 希勒在一本历史小说里写过一位皇帝 直到现在我也不确定 那个皇帝是不是真实存在 但那个皇帝说过一句话 我记得很清楚 他说 朕即国家 现在看来 你比他还要狂妄 我不知道那位皇帝最后是死于非命 还是遭受羞辱 但我想 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必然是真这么认为的 那么 为了证明这句话 很自然的 你需要战胜整个人类文明 这不见得是必须的事情 而且就算如此 你也没有立场参与到这场战争里来 你是他留下来的武器 毁灭暗雾之海 为人类寻找到真正的希望 是他的遗愿 他的想法高于一切 所以 我一定会帮他 这句话里的他 自然是那位神明 神死了 你那时候应该被他关了机 又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花西没有想到 他居然能把远古文明毁灭之前的情形算得差不多 一时无欲 几万年前我识到你的时候 便感受到了神明的意志 青山祖师的声音回荡在宇宙里 你是他留给整个人类的希望 我拿到了这份希望 成为了第一个离开朝天大陆的人类 我便有把这份希望保留下去的责任 这句话听着很动人 甚至有些浪漫主义的感觉 但其实换个说法就是 万物一件必须永远被他握在手里 井九别想着逃掉 在这段对话的时候 整个人类文明的信息狂流 仍然在不停地冲击着井九的精神世界 那道可以理解为成天剑的程序 已经快要完全写入 井九的意识渐渐有些混乱 大脑更加昏沉 隐约间想到了一件事情 沈云霾的重伤 甚至可能终的死亡 都是青山祖师的决定 不管是为了概率坍缩 还是诱他入窍 那么某个问题 似乎也有了答案 那个自称暗夜女王的恐怖分子 很小的时候 便被一个老人收养 那个组织的领袖 是位老人 你就是启明人 不错 你不止生的仇 还真的不会取名字 破检者 蝴蝶 启明人 这是准备写青春悬疑探小说 青山祖师没有动怒 朝天大陆不是实验室 我们不是实验品 是神的选民 我们有能力就有责任 启明人 开启新的人类文明 这就是青山祖师 以及李将军等人的自我认知 这种认知很有责任感 很高尚 没有任何问题 唯一的问题就是井九 井九要代表人类 人类不见得同意 人类想要井九 他也不同意 他也不觉得祖师 这种认知是正确的 在他看来 谁能承担开启 新闻明的责任 或者说 谁有资格做启明人 那得看一件事 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 谁活着 谁就有道理 青山祖师真的很强大 尤其是神石 可以横根星河 笼罩群星 仿佛实质 比全盛时期的血迹 都要强很多 但数万年前 他便飞升 离开了朝天大陆 如此漫长的岁月之后 他终究变成了一个老人 身体已然枯朽 他需要找到他 磨灭他的先驱 便能摧毁他的神石 结束这段争论 很多星系里 都有启明星 如果那些星辰熄灭了 便要换名字 如果人死了 还怎么用成天剑 控制景久 还怎么开启新的文明 大道之争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如果 往终点望去 争的本体 从来都是这个 如果是别的任何时刻 当潭尘人 踏上那片海的时候 肯定会更加激动 甚至可能会 违逆他一向的习惯 做一首酸诗 啊 这里是祖星 只是一个理由 便足以引发 所有人的诗性 这里说的所有人 指的是 看待过诗的那些人 沧海是这样的 原来这就是 冷或者深绿的意思 碧空是这样的 原来这就是 蓝语通透的意思 海岸线上的群山 是那样的清脆 岛上的沙滩 细白如银 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 完全符合人类 集体无意识里的 远古记忆 小船破浪而前 没用多长时间 便来到了那座小岛 潭尘人与那位 生化人少年 汽州登岸 岛上生着无数桃树 花开如火 把远处那座 火山扮演 穿过树林 任由花瓣 如雪般落在身上 潭尘人二人来到小岛深处 穿过一条布满阵法 与激光武器的通道 来到最深处的那个温泉边 温泉边空无一人 没有酒杯 没有棋盘 更没有对异的人 哇哦 真是意外呀 潭尘人摸了摸油光的额头 苦着脸 生化人军官用眼里的射线 检查了一下四周 应该有你们说的 所谓的阵法 都到这时候了 你还在这里装什么呢 难道觉得我们这些 从朝天大陆出来的人 不懂什么叫做演技吗 话音方落 无数艳丽的光柱 自四面八方射出 落在他的身上 擦擦声响里 谭真人碎成了无数碎片 那名生化人军官的眼睛 变得无比明亮 自然不是因为兴奋 而是他在真的扫描 四周的环境 他没有看到仙气残留 也没有看到任何生物标记残留 这表明 刚才并没有真实的生命在这里死去 忽然 一粒极小的光点 轰得一声燃烧起来 瞬间蒸发了池子边的温泉 让那些咸水变成了弥漫的白雾 雾气里那名生化人军官的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形 然后片片剥落露出里面的超强合金骨骼 一边没有就此结束 那些合金表面出现无数道细密的裂缝 啪的一声轻响 那名生化人军官被震碎成了无数细小的颗粒 把整个洞符打得千疮百孔 雾气里隐隐有几行 束缚闪现 然后消失 又是啪的一声轻响 一双常见的弹力鞋 落在了如灰般的尘埃上 星球表面到处都是陨石坑 还有剧烈核爆留下的放射状痕迹 弹真人站在一面残破的旗子边 望向夜空里那颗蓝色的星球 心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那里就是人类的家乡吗 为何现在如此单调而寂寞 蓝色的咸水里 有很多甲壳类动物 绿色的山林里 有很多软体动物 但除此之外 便再也看不到任何事物 原来对方早就有所准备 那景阳真人可就惨了 自己该往哪里躲呢 他忽然感应到了些什么 望向宇宙深处 那里有颗太阳 太阳的表面 有颗金色的星球飞过 极其微小 就像迸射出来的一粒火花 潭真人沉默地看着那边 宽广的额头 反映着日光 分外分明 忽然 他从袖子里取出一个魔方 用最快的速度解开 取出里面一个 如玩具般的小钟 手指微曲 随意弹 终声悠悠 祖星表面内力光点 开始爆燃 与此同时 恒星里迸射出一道恐怖的火蛇 瞬间 将那颗金色的行星吞没 第573集 当数学家遇到了 看似简单的是非题 在那颗金色行星外 约700万公里的地方 有一艘战舰 那艘战舰与星河联盟绝大多数战舰的形状都不同 成不规则的圆形 看着更像是一个堡垒 又像是一颗直径百余公里的小行星 终声悠扬 来自极遥远的地方 事实上人类根本无法听见 那颗太阳却听见了 骤然爆发 喷吐出难以想象的巨大火焰 瞬间将那颗金色行星吞没 那艘战舰也受到了太阳风暴的影响 半开启的引力场导致的空间曲折里 出现火一般的药芒 光线穿过窗户 照亮了里面的世界 战舰的内部空间无比巨大 就像是真实的星球 一颗模拟出来的太阳 在天空里东升西落 照亮着碧海与草原 还有生活在里面的人类 如果让景久沈云霾 熙来以及谭真人看到那轮太阳 应该会沉没很长时间 然后有的人平静不语 有的人破口大骂 有的人沉没魔剑 有的人转身离开 那轮太阳就是一个超微粒子化动力炉 只不过没有外壳 而且极其巨大 可以想象其功率可怕到什么程度 原来人类文明比想象中走得更远 那片深蓝色的碧海里有座小岛 岛中间有座火山 火山里有个温泉 青山祖师与那位自称飞的御医少女就在温泉边喝酒 下棋 决定整个人类文明的走向 他们下的还是那盘五子棋 四颗棋子已经连成一线 怎么补救都没有可能改变必输的结局 按照五子棋的规则 有很多定势不被允许 但棋局上的局面明显不属于那些 羽衣少女撇了撇嘴 用气把额头的黑发吹得如西瓜皮般荡漾起来 沈青山 你有啥赖 不管是星河联盟的人还是朝天大陆的飞生者 都不会这般直呼青山祖师的名字 但他是特殊的那个 他伸手随意扒拉了一下 把棋盘上的那些棋子禁数扒乱 这局五子棋自然也就没有了胜负 但有些事情总是要分出一个胜负的 比如他们与井九之间的这场战争 谭真人与星来可以活着 可以 如果锦阳投降也可以 嗯 当然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第二道钟声从遥远的宇宙深处响起 逆太阳风而上 落在燃烧的火球表面 然后被撞了回来 那道钟声带动了太阳的火焰 再次吞噬了金色的行星 继而更加狂暴 把这艘巨大的战舰卷进了火蛇里 壁壶声波 继而沸腾 生出无数气泡 雾气瞬间弥漫在巨大的剑身里 填满了每个角落 看来那个故事写得并非全然真实 谭真人的道法境界明显要比白家历代都要更强 如果谭真人胆脚如鼠 又怎会与他联手面了白家千世根基 少女起身望向窗外遥远处那颗蓝色的星球 这个人肯定够狠 就算如此 他也不是我们的对手 为何敢敲响景云中 按照那个故事里的说法 他应该会继续躲下去才对 青山祖师收起那四颗黑色棋子 起身走到少女身边 所以我确实没有想到 他会突然出现 然后影响这个故事 他们是老乡 还是童年战友 就像我们一样 有道理 表面上风轻云淡 寂静无声 实际上隐藏着无数凶险 风起云涌 暗海声波 那道钟声第三次响起 落在太阳上 激起数量更多的光僵 借着金色行星的引力 引发一道光剑 席向这艘战舰 战舰的引力场装置 依然没有进入完全启动状态 因为需要保证那道神石 去往遥远宇宙另一边 去监控那处战场的情况 青山祖师手指轻弹 无数道剑离体而出 将那些高温赤裂的光僵展开 斩成无数碎片 就像萤火虫一般散开 它是万物一剑 也是神明留下的武器 但不管是何种存在 终究是个死 思考事情习惯用计算的方式 却不明白算力有尽 天地无穷的道理 他收回视线 望向棋盘上乱七八糟的棋子 就算他把所有的一切都算到了 终究也是一个必败的下场 我不喜欢听这样的话 但确实是事实 钟声继续响起 太阳越发狂暴 光僵如斑 却伤不到那艘战舰分合 只好 渐渐淡去 刺激了葬礼上的回响 一万多艘战舰喷出艳丽的光焰 向着物外星系飞来 看着就像是一道 由燃烧飞舰组成的洪流 那些飞升者无视极寒的宇宙 离开了自己的战舰 向着小型星带高速飞去 看着就像数十颗明亮的星辰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 真的已经相当伟大 就像此时的画面 称得上是群星闪耀 唯一有些无趣的是 人类今天要对付的敌人是景久 歌的一声清响 他的意识海上里 掀起难以想象的巨浪 那道程序的束缚散发出清光 仿佛凝成真实的光圈 套在他的手腕 脚踝 以及颈尖 这些光圈就是新的成天剑 成天剑是专门用来 克制万物一的 一道奇异的气息波动 在宇宙深处荡起 从外而内 侵袭景久的道心 与他身体最细微的每一处 开始共振 形成了极其牢固 如锁定般的联系 那道气息 以及共振形成了一道 难以想象的宏伟力量 控制住了他的身体 让他连伸出一根中指 都无法做到 我会尽可能保住你的自我意识 说这句话的时候 小姑娘的脸上 没有任何情绪变化 眼神却有些明亮 似有几分可信 景久没有注意 低着头 在想某些很重要的事情 青山祖师布置的这个局 以及花戏的出售 都有些让他始料未及 始料未及不等于是 完全没有料到 他对猎阳号战舰里的 数一颗棋子 推算了这么多天 怎么可能没有算到这些 这些可能都在数学模型里 他都做了相对应的预案 只不过概率太低 他想的比较少 最主要的问题 还是太过于自信 那枚戒指是朝天大陆 与星河联盟的文明结晶 最高洁的神器 就像沈云霾一样 却不是他最警惕的 新成天剑 新成天剑不是戒指 不是手铐 不是手镯 甚至不是食物 是一段程序 青山祖师居然变成了 一个程序员 谁能想得到 当然他不会认输 按照事先便建立好的 数学模型 他现在还有 7%的胜利机会 如果西兰醒来 那就是10% 如果曹元也忽然醒了 那就可以再加 三个百分点 如果按照他最初的想法 通过今天的事情 找到了血迹 那胜利的概率 怎么都能超过40% 当然 如果谭真人 真的能够在祖星 杀死祖师 那就是100% 可惜的是 现在看起来 老谭没能成功 好在他肯定 藏着无数保命的手段 不需要担心他的死活 现在他只需要 担心自己的死活 不是棋局里的死活 是真的死活 无数粒极其微小 像包子般的金光 从井九的身体里 溢散出来 那是仙气最细微的构成部分 这说明他的道心已经失守 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乃至身体里的仙气 但在成天剑的束缚下 根本无法离开 甚至动都不能动 看着就像远古神话传说里 那些被天庭附在斩仙台上 等着被千刀万剐的仙军 满天繁星在高速聚拢 如宇宙大爆炸的逆向画面 那些星辰赤战舰 也是强大的飞升者 有禅宗之祖 有陈乌山识人 还有很多在朝天大陆修行界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是的 这个故事发展到此刻这个阶段 就连这些了不起的大人物 往往也只能集体以飞升者们 这四个字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浑身冒着鲜物的景久 在他们的视线里越来越清楚 他们视线里的情绪越来越复杂 朝天大陆最强的飞升者 低着头 仿佛已经睡着了 他正在失去最后的自主意识 变成新的景阳真人 崭新的恒星级别武器 或者名为死人 就在这个时候 熙来的声音响了起来 真人 你觉得我能永恒吗 他的声音不在那般真诚 开朗而阳光 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非常漠然 他的脸上也不再有笑容 毫无表情 就像变回了从前的那座雕像 这个问题很莫名其妙 尤其在这个时候 但他问得非常认真 就像一个品学兼优的少年 问自己的母亲 明天自己能不能把后面三年的物理书先看了 景九回答得也非常认真 哪怕他这时候意识有些混乱 很快便要死了 可以 虽然认真 但他没有想太长时间 甚至可以说不加思索 在电光火时间便给出了答案 熙来面无表情看着他 真人 你还是这么喜欢骗人 一个人问得莫名其妙而认真 一个人答得也莫名其妙而认真 花夕望向熙来 有些意外 李将军望向熙来有些微冷 星空里的青山祖师也望向了熙来 有些欣赏 景九看着熙来的眼睛 不要 李将军的眼神变得有些淡 继而有些冷 是因为他发现了熙来的变化 熙来的眼里不再有这些天的热情与向往 他很快便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花夕接受了景九的请求 把那枚戒指戴在了他的手指上 整个人类文明的信息往他的意识里涌了过去 景九有一道神石留在了熙来的精神世界里 那是李将军的手段 也是他无法远离的原因 那些如狂潮般的信息流进入他的意识里 顺着那道神石来到熙来的脑中 瞬间便冲毁了那条大河 河暗垮塌 奔流向海的姿势顿时变成没有方向的泛滥 十二重楼剑离开了景九的身体 围住了年轻道士 红衣道衣上出现了无数道剑痕 那是水意 也是熙来的箭矢 这是熙来的精神世界 当他真正清醒的时候 他就是这里唯一的主人 真正的神秘 瞬间 那个年轻道士便被斩成了虚无 那条奔流向海的大河也不见了 荒野里生出花来 熙来 醒了过来 不要 景九不喜欢说话 但说过很多次这个词 或者正是因为他不喜欢说话 不愿意答应别人的请求 才会说这么多次 当年他还是景阳真人的时候 柳慈与元其今邀请他吃火锅 打麻将 便经常能够听到这个回答 万无一听见过 柳十岁也听见过 再后来他去了朝歌城 在景宅里遇到了还是小孩子的景黎 景黎伸手要他抱抱 他不要 赵蜡月知道了他的身份 要如何 他不要 花西想坐在椅子上时 他不要 还有很多人都听到过这两个字 今天当熙来醒来后 他也用最快的速度 说出了这两个字 接着 他没有忘记用极快的速度 补充了一句 我有办法 西来没有理他 看着他的反应 景久有些不愉快 甚至可以说生气 比发现自己中了青山祖师 与内卫的局还要生气 当初在西海畔看到天节的时候 他很生气 看到那场春雨的时候 他很生气 看到万道晨光的时候 更加生气 这时候 他也很生气 西来感觉到了他的情绪变化 但还是没有理他 望向李将军 真是奇怪 明明那些事情 我一直都记得 为何这一刻的感受 便与先前完全不同了呢 在那颗矿星被俘 其后接受了 无数多的实验与精神折磨 那些画面他都记得 确实有些羞辱 有很多痛苦 但在这一刻前 他觉得那是必要的 必须的 是可以理解的 就在醒来的这一刻开始 所有那些感受依然如前 意思却完全不同 那些或者是必要的 必须的 可以理解的 却不是他能够接受的 什么是沉睡 什么是清醒 这真的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我懂了 死人自然不会在乎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我现在 当于是活了过来 既然如此 我怎么都算是 东活了一刻 又有什么不可以 他的神情很严肃 就像做雕像 此时一笑仿佛石头上 开了一朵花 并不如何好看 李将军明白了他的意思 也知道了他的决定 没有做任何说服 直接向身后的宇宙 深处飞去 那件红色大厂 带出来一道笔直的红线 仿佛要贯穿宇宙一般 紧接着是一道 见光照亮宇宙 见光与红线穿过 布满陨石与石块的 小行星带 无声无息 带起很多尘埃 西来与李将军 隔着数千公里宽的 小行星群 彼此静静看着 看着这部画面 那些正在赶过来的 飞升者 与战舰上的官兵们 沉默不语 但并不怎么担心 西来忽然醒来 抱起出手 也无法改变当前的局面 他是南海悟道一脉的传人 居然能够领悟到 青山剑道最高级的万五一 确实是不世出的剑道天才 但他的对手是李将军 如果不算 警久西来这代人 以及白任 纯阳真人是朝天大陆 最后的飞升者 却能在如此短的岁月里 收服如此多的前辈飞升者 成为了众人敬畏的李将军 除了青山掌门的身份 更重要的是 他的境界实力 高得难以想象 手段强大而可怕 当初还在朝天大陆的时候 他便与那一带的神皇联手 在大则击退了 明部大军入侵 奠定了朝天大陆 一千多年的太平基础 他更是继青山开派祖师之后 第二个领悟万五一的人 其余的青山宗飞升者 都只是藏天下境界 这样的人无法战胜 而且他已经败过西来一次 第五百七十四集 思考严肃哲学问题的飞鸟 那次不算 西来面无表情 他的声音穿越没有空气的宇宙 带着数千颗陨石振动起来 升起更多的尘埃 那些陨石随着他的右手 缓慢地转动着方向 以相对锋利的一面 对向着数千公里之外的李将军 李将军感受着西来身体里 传来的仙气波动 就算我给你安装一个核动力炉 不代表你就能与我抗衡 话音落出 小行星带里更多数量的陨石 随着他的手转动方向 如箭一般 对准了远方的西来 没有任何预兆 无数颗陨石就这样离开了原先的位置 可能数亿年都没有改变过的位置 变成了数千道飞溅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飞向对面 数千道剑光照亮了小行星带 被那些尘埃折射 散发出更加明亮的光芒 下一刻 那些陨石化作的剑光 终于在宇宙里相遇 要出更加夺目的火花 就像绽放了一场巧不生息的盛大礼花 飞升者们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这是朝天大陆见到最高境界的相遇 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画面 万物皆可为见 宇宙里看似虚无 但总有些尘埃 有些陨石 李将军把今天的这场聚会的地址 选在物外星系的小行星带 或者便有这方面的考虑 但他没有想到 景久居然能够真的唤醒西来 而对同样掌握了万物一的西来而言 这条小行星带 同样也是取之不竭的剑齿 数以计数的陨石离开小行星带 化作石剑向着对面而去 在空旷而黑暗的宇宙里相遇 变成烟花 然后化为积粉 就算拥有很多各式各样小天体的小行星带 也并非真的取之不竭的剑齿 在很短的时间里 那些相对坚硬 体积较小 贯穿力更强的陨石 便被李将军与西来二人用光了 变成了太空里的青烟 紧接着他们只好选择那些更轻的 更脆弱的天体 受到建议的照应 那些天体开始加速 内核开始蒸发 拖出一道道尾巴 变成彗星的模样 数千颗彗星就这样出现在远离恒星的地方 拖着各种颜色形状的尾巴 出现在所有人的眼里 画面真的很美 再美的画面也会消失 就如彗星的本意 就在满天彗星消失的那一刻 这一场建争终于结束了 小行星带空空如也 再也找不到任何实质的存在 就像棋局里所有劫财 被用光一般 都是剑道的最巅峰 都是大道至高 无限与无限之间很难分出大小 下棋也可以不分胜负 但这是战争 李将军不是为修道者这般简单 他是一位领袖 他也是一位军事家 他与西来以陨石为剑而战的同时 指挥着很多战舰完成了战斗准备 就在建争结束的瞬间 数百道激光破开黑暗的宇宙 照亮了小行星带里残留不多的陨石 与那些星际尘埃 无声的宇宙里 仿佛响起了刺耳的撕裂声 寒冷的宇宙里仿佛生出了焦糊的味道 残留不多的陨石忽然动了起来 如果说宇宙是海 那些陨石像极了礁石 海浪动不得礁石分毫 当海水涨起来的时候 礁石仿佛会改变位置 小行星带所在的区域仿佛消失 熙来与李将军之间的距离急速拉近 李将军的红色大肠上 不知何时出现了很多破洞 看着就像被裙剑射穿的战旗 熙来看着更惨 身体表面到处都是破损 流淌着粘稠的 鸡油般的事物 我说过 上次不算 他看着李将军的眼睛 二人见到境界差不多 他上次惨败是因为李将军带着超微粒子化核动力炉 拥有近乎源源不尽的仙气来源 而今天他的身体里也有一台 话音落出 和动力炉爆炸 明亮的光线向着四面八方而去 吞噬了所有 那些来自宇宙深处的激光 以及两位来自朝天大陆的剑道最强者 屋外星系有四条小行星带 聚会地点是最外面那条 这里离恒星的距离很远 光线游暗 忽然一轮新的太阳升起 明亮的光线照亮了残存的陨石碎片 与那些尘埃 也照亮了李将军的脸 他的脸上带着有些不解的情绪 熄来的脸也被照亮 依旧默然 只不过石雕仿佛变成了琉璃 干净透亮无比 随着明亮光线一道喷发的 是难以想象的热量 近处的那些陨石碎片 瞬间被气化 那些尘埃也正式变成了清烟 不再有任何残留 那个火球也难以想象的速度扩张 光辐射就像无数道极细的箭 刺向宇宙的所有方向 正在高速飞来的战舰紧急反推 同时以最快的速度 进入引力场半启动状态 落下高强度复合材料板 如同进入扭率空洞一般 最前方几艘战舰 受到核动力炉爆炸的波及 没有如海里的破船般起伏 而是受到激发 也发出了明亮的光线 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人就此死去 灰白色战舰的剑身用的是 极耐高温的极数纤维材料 依然承受不住那颗太阳散发的热量 核动力炉作为星河联盟科技水平的最高级成果 比普通的多项核弹 不知道要恐怖多少倍 奇怪的是 小行星带里的那个正六面体冰块 却没有融合 看似极薄的表面上 甚至没有多出一道裂痕 可能是因为紧急失去了 对身体的控制无法离开 在施展道法护住自己的同时 也护住了那个冰块 花膝抱着洋娃娃飘在冰块里 浮着薄薄的冰面 看着紧急的背影 以及那个太阳 不知道在想什么 但红色的双唇里呼出的空气 因为环境的低温变成白雾 落在冰面上 便结成了现实的霜 渐渐挡住了外面的画面 紧急也在看着那个太阳 飞升者们 也在看着那个太阳 李将军已经被爆炸 推向了遥远的地方 飘向了一艘战舰 那个太阳里 只有一道身影 不 是半道身影 那身影正在发着明亮的光芒 看着异常夺目 朝天大陆南海上有片群岛 中处被浓雾笼罩 很难看到太阳 更不要说明亮夺目的太阳 至少从西来在岛上出生的 那一天开始就是这样的 后来某一天 他被黑色棺材里的老人选为亲传弟子 接触到了凡人无法接触的无上剑道 那一刻他以为自己看到了太阳 再后来的某一天 他乘着小舟离开了雾岛 来到了朝天大陆 他选择留在西海继续修行 因为除了这里有坠仙岛 有师门的剑道传承 还因为这里风高浪大 风高浪大一般是用来形容环境险恶 但风大所以云少 这里可以经常看到烈阳 接下来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创建西海剑派以后 便一直沉默地修行 收徒传道 等到师弟西王孙来后 他更是把所有事物都交给了他 把所有时间与精力都放在了剑道上 在朝天大陆修行界的故事里 西来的形象始终有些模糊 或者说单调 与画本小说里的那些反派 没有什么区别 与连三越曹元这些人相比 他的性格并不鲜明 形势也很乏味 倒与景阳真人差不多 那是因为他与景阳真人 都是非常简单的人 修道者的目标是为了长生 为了抵达时间的终点 他想去剑道的终点看看 如此简单的修道生涯 自然造就了了不起的剑道境界 就像他与景九都非常欣赏的 无恩门棚狼一样 他的境界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提升 轻松击败无恩门主 裴白发 以及各宗高手 很快便站到了剑道的最高处 只在景阳真人之下 那年景阳真人非生 他离开了西海 隐于云中观看 便是想往剑道的终点 看一眼 不料被看破形藏 被柳子逼退 其后他继续修行 收徒 然后被徒所盼 又迎来了将要死去的 师父南区 其实那时候 他已经有些厌倦 但理解师父的执念 故而再战青山 却最终不敌太平真人 与景九这对师兄弟的手段 深受重伤 惨败而顿 他去了遥远的意大陆 当了几十年沉默的剑圣 不管是教廷还是那些纷争 都不曾理会 甚至都没有想过报仇 那些事情真的无所谓 这都想不明白 如何能够去往剑道的最高处 最后太平真人意图灭世 他知道景阳真人若能获胜 必将飞升 故而踏驳归来 意图以剑正道 他领悟到了万物一的真谛 再次败给了景九 可是没有死 他飞升后遇到了李将军 另一个会万物一的剑道至尊 输在对方的剑下 还是没有死 今天 他终于赢了一次 却要死了 舰队里亮起无数颗星辰 那是各种远程武器发射平台 被激活的现象 数千道激光 还有很多不知名的远程粒子流武器 穿越无比遥远的距离 向着溪来轰去 没有人能够抵挡一支舰队的攻击 不管是他还是景九 满天陨石碎屑 受到那道如潮水般的剑翼 牵引推动 凝成十二道石柱 构成了一个极其鼓捉而强大的阵法 暂时挡住了那些激光 石柱表面变得越来越明亮 下一刻便会战裂 一艘黑色战舰冒着被核爆波及的危险 强行加速来到小行星带 准备接走重伤的李将军 红色大肠残破 他的身体更加残破 金玉色的仙气不停流到宇宙里 变成燃烧的小圆珠 不愧是朝天大陆修行界历史上的最强者之一 隔着如此近的距离 直接核动力炉的爆炸 他竟然没有当场死亡 袭来的情形更糟糕 胸部以下的身体尽数气化 只剩下上半截身体 比当初沈云霾要好些的时 两只手臂都还完好 他的视线穿过数千公里距离 落在李将军的身上 眼神冷漠而且淡然 没有什么遗憾 因为还没有结束 隔着遥远的距离 他举起了自己残破 而还在燃烧的双臂 然后缓缓地落下 就像一只鸟儿飞了一辈子 有些累了 于是决定合上翅膀 就此进入长眠 一道难以想象的 四季而阴冷的气息 出现在宇宙里 宇宙里是这样的寒冷 除了被恒星直射的那一面 为何还会有这样一道 鲜明的气息出现 那是因为核动力炉爆炸的 余境还没有消散 整个空间里都弥漫着光与热 热才能感受到冷 光明才能看见黑暗 活着才能感受死亡 李将军感受到一道阴冷的 却有些熟悉的气息 自四面八方而来 那是世月风与西来风之间的石梁 他曾经在上面念过经 石梁上有霜 霜上有竹叶 他教训过那只镍畜 那道无形的死寂气息 就像合拢的翅膀一般 落在他的身上 战剑剑身已然开启 陈乌山识人飞了出来 他感受到不妙 迎着远处恒星光线 身形暴涨 替李将军挡住了大部分的攻击 纵然他拥有朝天大陆 有史以来最强的防御力 后背也出现了一道极深的刻痕 那道死寂而阴朗的气息 究竟是什么 西来的双臂 缓慢向下落回 他的手臂很长 很适合用剑 与残存的小半截身体连在一起 看着真的很像一只鸟 再配着残破的军装 就像是一只快要死去 羽毛已经溃烂的鸟 这叫死亡的阴影 是我最后领悟的一件 与你那一件相较如何 他转身望向井九 差不多 就是名字普通了些 核动力炉爆炸散发的光热 终于穿过千里冰封阵 落在了冰块里面 那些喝气成的霜 再次融化 花西觉得很温暖 脸色却很苍白 眼神有些迷茫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辐射波的干扰 那枚借着有些变形 信息通道不再像先前那般稳定 牢不可破 井九没有理会这些 看着西来问道 为什么 为什么要有那场春雨 为什么要有晨光 永恒很难 但也应该苦苦追寻不是吗 我在海上见到了那只鸟 抱着它的尸体登岸 在三千院的湖边也坐了很久 有所感悟 我感悟到的不是你想要的 我对死亡的态度与你不同 终究还是放弃 我在旷行的时候 看了不少这里的书 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最大限度的可能性 存在于自我放弃之中 而且既然 你说你就是神雷 那你也就是我 我死了无所谓 你活下去不就行了 某个哲学家还说过一句话 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 因为死亡是存在的基础 具体到西来的选择 就会变得更加清楚 无法永恒 那么何时离开都无所谓 你就是我 那谁活着也无所谓 人类的哲学家因为见闻不够 想问题总还是差些火候 他本来想说这两句乱七八糟 莫名其妙 但由于他年轻的时候 在朋友目前也想过很多类似的事情 而且这时候的时刻比较特殊 所以他的语气比较温和 完全没有平时的冷漠刻薄 是的 也许 我只是有些累了 不管是想离开雾岛看太阳 经营西海剑派 思考以及处理一些事情 以及在剑道上不停向前 都是很辛苦的事 这是他留在这个世界里最后一句话 说完这句话 他的双臂缓缓落下 就像鸟儿进入梦乡 开始沉睡 第五百七十五集 人间大炮 万物一剑道的对战 核动力炉的爆炸 内进名为死亡阴影的无形之剑 在这片宇宙空间里引发了剧烈的动荡 战舰减速 激光微书 就连星辰间的青山祖师光影 都在渐渐涣 对飞升者来说 熙来死前说的那几句话 给他们带来了更剧烈的震动 能从朝天大陆飞升的修道者 都是真正的仙人 拥有凡人难以想象的大智慧 无论是哪方面的智慧 看着远方那只如沉睡之鸟的半截尸海 人们沉默不语 心里生出各种不同的想法 禅宗之族想到了自己的领路人 这时候在八五七行星地底 苦思齐菊 根本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的 曾圣人 他决定给自己改一个名字 然后去杀了圣人 陈乌山的石人强忍着背部的剧痛 抓住重伤的李将军 向战舰飞去 他决定去与前阶二号基地 找到那个使刀的晚辈 与对方战一场 薄冰剑容 千里冰封镇处于崩解前的最后阶段 花西眼里的茫然 与冷漠两种情绪冲突的更加厉害 显得有些痛苦 在八五七基地的套房里 景九对他说过 他活着就是人类活着 刚才他又对他说 他就是人类 他说 但是人类不会这样想 西来是人类的一员 而且是极上层的一员 这时候他投出了自己的一票 站在了景九这边 这是景九获得的第一张票 他的情绪没有因为西来的死去 发成什么变化 至少是表面上 核动力炉的爆炸提供了无穷的光与热 让他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也打断了人类文明信息洪流 进入他脑海片刻 让他变得清醒了些 才有了与西来最后的几句对话 按道理来说 如此难得的清醒时刻 他应该想办法逃走或者反击 他却用来与西来对话 而且没有用神识 这些对话需要被这个宇宙听到 而且他与西来都是话不多的人 不会用太长时间 核爆余境开始消退 一万艘战舰再次做好攻击的准备 那些引擎与武器平台 再次点亮了满天繁星 星光可能有些刺眼 景九闭上眼睛 抿着嘴唇 似在暗暗用力 无数道森然的剑意 从他的身体里散出 一些缭绕在已经微微变形的戒指周边 却始终无法破开引力场空间 接触到本体 牙齿是人类最坚硬的部位 而它是最坚硬的人类 可以想象 当他咬牙的时候 会有怎样的巨大的力量 在文艺作品里 咬牙切齿往往用来形容 极大的情绪波动后的决然与恨意 但他不是 啪的一声清碎 在花蟹耳中响了起来 整个宇宙只有他听到了这个声音 仅久咬碎了什么 几缕幽蓝色雾气从嘴角 与鼻子里溢出 瞬间被吸回身体里 被他咬碎的是一个用超强合金制成的小瓶子 瓶子里装的是 沈云霾在度假星球里用过的那种药剂 那天沈云霾被核动力炉炸得只剩一个脑袋 被他带回了酒店顶层的套房 当时套房还剩下半箱子药剂被他收了起来 至于收在了哪里 离开朝天大陆之后 他的藏天下便没了藏处 前些天才想起以前曾经用过的手段 那就是把想要藏的东西吞入腹中 那种药剂最开始用来治疗外珠神经病 后来发现可以调整脑神经放电 但副作用太大 大到可以视作最强的毒素 只需要一滴便能毒死好多人 他咬碎的那个超强合金小瓶里的分量 如果均匀分配 只怕能够毒死几十万人 井九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 睫毛微微颤动 强大的毒素在剑缘的催动下更加可怕 高速进入他的大脑结构 强行隔绝某些区域放电 成功地阻止了人类文明信息的涌入 让他更加清醒 换个角度来说 他真的要感谢沈云霾 然后他睁开眼睛 看见了自己应该感谢的另一个人 说来有趣 他要感谢的这两个人都只剩下了一小节 区别只在于 希莱已经死了 沈云霾还在无尽的幽冥里等死 可能是因为在寒冷与无银的宇宙里 吸来的尸体没有变成仙气碎片 也没有生成什么天地感应 经久收回视线 望向远方那艘战舰眼神平静 只有在最深的地方 能够看到隐而将发的见光 与极旦的疯狂意味 荷豹余境开始消退 一万艘战舰再次做好准备 那些隐情与平台再次点亮了满天繁星 陈乌山使人抓着李将军 已经快要回到战舰里 李将军也在看着远方的警久 眼神里有些疲惫 还有些不解 这时候警久的意识已经快要被冲毁 最关键的是 青山祖师的那段程序已经进入他的身体 剑已入鞘 还能如何 还是警阳真人的时候 他很少离开青山洞府 即偶尔游历也是与连三月一道 加上境界太高 没怎么受过伤 真正危险的时刻也只有青山内乱那一次 哦 不 是两次 飞升失败 他转剑升 再次修道 更是很难受伤 除了西海那次 哦 又想到眼前这个死人了 还有几次危险都是对抗仙鹿 或是大漩窝处的天地之危 境界大城之后 他再也没有受过伤 更不要说像现在这样近乎绝望的近况 伤势不在身体 而在道心神魂 那个程序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就像一道枷锁 然后化成了青色的光绳 系在他的手腕上 让他感觉身体无比沉重 难以移动 在与西海进行最后对话的时候 他便已经在道心里做了数百次推演模拟 确认无法动用幽冥仙剑 穿行万里杀人 便无法动用任何道法 那道细细的青色光绳非常可怕 事实上就是新的成天剑 他现在的情形就是剑在翘中无法离开 那该如何办 他决定用一种全新的战斗方式 这种战斗方式因为在影视作品里经常出现 他不是很喜欢 也是因为以前用不着 现在情形特殊 自然什么都应该拿来试一下 小行星代理的碎墨里 出现了一个核动力炉 与正在消融的千里冰封阵 大概有几十公里的距离 在浩瀚的宇宙里 这与近在直取没有什么区别 那个核动力炉是沈云买给他的 一直被放在双肩包里 今日开战之初被花锡取了出来 他记在身上 不知何时飘到了那里 毫无预兆 巧无声息 雾外星系边缘的黑暗宇宙里 再次出现了一个太阳 恐怖的光热源源不尽地向着四周散去 影响了所有观测设备 让那些战舰的武器锁定系统暂时失效 核动力炉 月线自爆 比多项核弹 爆炸的威力还要大很多倍 即便隔着数十公里 也瞬间把千里冰封阵处的温度 加热到四万度 经久计算得非常准确 这正好是他能够承受的温度上限 千里冰封阵瞬间消耗 把花曦的脸罩得惨白一片 残存的空气以极快的速度向外流散 下一刻 他就会死去 经久没有理会他的死活 伸出手指对准了远方的战舰 无数活跃的高能粒子进入他的身体 就像源源不尽的仙气 一道明亮的剑光照亮他的眼睛 然后照亮整个宇宙 瞬间 只是瞬间 他的手臂细了一些 手腕也细了一些 那道青色的光绳随之而紧 真正的变化在他的手指 那里生出了一道无比明亮而锋利的剑 那把剑向着宇宙深处延伸 越来越细 变成明亮的铅 变成绳 变成线 最后变成肉眼根本无法看到的细线 来到那艘战舰的下方 贯穿了李将军的胸口 只需要做简单的计算 便能知道这根线来自数千公里外 会细到什么程度 已经不足超微粒子长度 进入了原子级别 毫无疑问 这是人类文明历史上出现的最细的一把剑 按道理来说 如此细的线根本无法存在 哪怕宇宙里没有风 只能说明组成这根线的微小结构里 有着难以想象的强作用力 细便是锋利 但不代表杀伤力 不然宇宙射线才会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井九自然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随着意念洞出他身体里的无数高速粒子 通过这根线向着数千公里外而去 向着李将军身体每个最细微的组成部分 不停轰击 从本质上来说 他这根手指就是一道跨越数千公里的 重离子炮 重离子 就是质量数大于四的原子核 在人类的精密控制下 有着非常广泛的用途 尤其是在医学界有着很大的用处 在基因改造疗法出现之前 是实体癌最安全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就像是手术刀一样 可以用来切割肿瘤或者是病变的组织 也可以用来切开咽喉杀人 重离子可以准确地轰击那些癌细胞 也可以轰击健康的细胞 让其迅速凋亡 当然 李将军修道数千载 经过无数仙气脆裂 身体早就没有了普通细胞 有的只是类似于金河的微小构成 经久再如何精通青山剑道 知道他的道仙 剑石运行规则 也无法一剑将其刺死 所以 那根细线穿透李将军胸口后 便开始在其间穿行 以一种难以想象的精度 用最短的距离 完成了对其身体里每个金河的刺破 至少有六十五万亿个微小金河被瞬间刺破 然后被那根细线里释放出来的重离子轰击 失去活力 如果只是这样 李将军也不见得会死 他是历史上最强的修道者之一 即便袭来以死相搏 更是悟出了那等死寂可怕的剑法 也只能重伤它 重离子虽然有个重子 依然只是原子核 质量非常轻 纵使有着极高的速度 也很难直接摧毁仙气凝成的金河 但经久用手指送到数千公里外的重离子 并非来自核动力炉 也不是来源于宇宙虚空 而是自己的身体 那是真正的超重离子 拥有着超出当前宇宙已知元素上限的单核重量 李将军低头望向贯穿胸口的那道线 沉默不语 他感受到那道线在身体每个细微部分里的穿行 感受着那道线前端 喷射出来的粒子 生出非常复杂的感受 当初在那颗名为灵灯的矿星上 他嘲弄过细来 不知道两个文明的结合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他看来 把朝天大陆的修道文明与星河联盟的科技文明完美结合 才算是天人合一 今天看到井九把身体变成了一座重离子炮 他才知道原来他已经做到了 不管是那颗矿星上的战斗 还是今天这样的战斗 李将军经历过很多次 不管是针对井九的这个局还是别的谋略手段 他也用过很多次 当年在大泽 剑斩明皇 那年在大牧羊边缘秒杀母朝都是如此 苦心孤意 冥思苦想 人类的前途大到的尽头 就像熙来死前说的那样 确实有些累 无数声极轻微 却又重弱雷鸣的撞击声 破裂声在他的身体里响起 来到身体表面却散于无形 陈乌山时人感受着手腕里传来的暴雨般的震动 震惊无语 望向李将军心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看不到那根细线 过了会儿才感知到那强大而锋利至极的气息 核动力炉爆炸产生的火球还在扩张 战舰的阴影越来越浓 陈乌山时人感受到李将军的声机正在逝去 发出无声的怒吼 一拳扯动阴影 斩向那道无形的细线 依然悄无声息 数十名飞声者的道心里 都响起了极清脆的一声断鸣 战舰的通讯系统里出现了一道暴鸣 镇的无数官兵捂着耳朵蹲在地上 甚至昏过去了数百人 那道细线断成了两截 一截收回到数千公里外的荷豹起处 一截残留在李将军的身体里 微微卷曲 如被切断身体 痛苦挣扎的蚯蚓 陈乌山时人抓过来的那片阴影 被极其平滑地切开 手指也断了三根 他的道法号称朝天大陆防御最强 依然无法抵抗这根细线 或者说被打磨后的万无一箭 好生收集 认真研究 材料难得 李将军艰难地抬起头来 景久的身体强度大到难以想象 不管是军方实验室 还是联盟科学院的实验室 用了各种设备与方法都无法破开 今天这种机会非常罕见 那道细思等于是景久身体的一部分 当然要认真对待 这是李将军对陈乌山时人的交代 也是他最后的遗言 说完这句话 他便闭上了眼睛 身体散发出无数道金光 却很快平静 没有像太阳一样绽放光芒 在最后的强大悼念加持之下 变成水晶一般的事物 即便到了最后时刻 他也想的是怎样把身体保留下来 继而把身体里的那道丝线保留下来 也就是捐献遗体的意思 陈乌山时人把李将军的遗体抱在怀里 憋了憋嘴 终是哭了起来 千里冰封阵散了 没有寒冷的空气像东风一样灌进来 而是温暖的空气如春风一般流散出去 花夕的头发被浮散 眼神里最后的冷漠也散去 只剩下茫然与无措 那位已经通过他紧后的芯片离开 回到了自己的王国 这时候的花夕不再是那位伟大的存在 变回了出生在星门基地花家 天真无邪的小姑娘 她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知道自己忽然出现在黑暗而寒冷的宇宙中 下一刻便会死亡 害怕至极 那道线断回 警久看着没有任何变化 只是指甲短了一截 她望向花析苍白的小脸 看着她凌乱的头发 不知想到了谁 伸手布下一座青山剑阵 就像一块大布般 把它裹了进去 然后她带着它 就像冲向死亡一般 冲进了荷暴产生的火球里 仿佛要躲进太阳一样 那道青色光绳竖在她的手腕上 让她无法使用幽冥仙剑 她的速度有些慢 那些战舰上的官兵 那些飞升者 清楚地看到这幕画面